各位老师 各位人 祝大家晚安 请安开讲义第一页 讲经前的勇修 请把心静下来 在供修之前 请把你的心静下来 好 请合掌 可以拿着你的法本合掌 为自己跟为一切的众生 先念 五弦请愿 听受 念的时候请专心听沐鱼的声音 当沐鱼敲筷的时候 你要跟着筷 所以请合掌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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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售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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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 所谎 四方世界中 三十一戒人赐子 我已尽尽身体 一戒天一尽无力 无限尊愿为圣体 无限一戒如来迁 一身无限擦尘身 一遍一擦尘火 一遍尊尊尊出火 各处菩萨终归终 无尽八戒尘依然 神兴诸我皆充满 各一遍一身满 无数无尽妙延迟 尽力回来一切尽 攒过深深梦的爱 一处最深妙花满 既然故乡既成难 如是最深转远去 我已尽尽身体 我已尽尽身体 我已尽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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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身体 如是身体 備体 无舞鬼 借我尽皆惨悔 使王一切诸宗生 和神有血及无血 一切如来与不上 所有功德皆随起 使王所有世间的 追逐成就不停止 我尽一切切全境 传与不上妙法轮 诸佛罗与世涅满 我去自身的前进 为研究主察生间 彼得一切诸宗生 所有地产共养父 请佛诸师传华论 随喜参悔诸善根 为祥宗生祭佛等 愿将依旨生功德 为祥无上证法经 请向佛传及神前 和地蓬蓬蓬三美丽 如是无良梦的爱 我尽皆信尽回向 所有众生生不义 欠我堪忍 欠我堪忍 如是一切诸业章 借借消灭尽不云 念念自走云法经 宗生不义 宗生不义 宗生即夜万能及 宗生即夜万能及 如是是华万无变 眼睛回向你故事 善我堪忍不见妇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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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我阿弥陀佛 善我阿弥陀佛 阿弥陵道比采放 阿弥陵道比采放 《乾淹续街大li微沓》 善若阿弥陀佛耶 华丹西华耶 佛地耶 阿弥陀佛耶 阿弥陀佛西探佛耶 阿弥陀佛比较能耳 阿弥陀佛比较能耳 全民地结尽那是佛家里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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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和长跟我一起念 三称本师圣号及开心祭 一起念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如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千难遭遇 我尽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华明陀佛 请翻开讲应第十一页 今天在入场之前 放的半分点是佛果出圣的圣地文宾 华明陀佛 请把房间声睁开大力 我听不到听的声音 华明陀佛 谢谢 今天介绍的是 伦彬音源的幻灯片 昨天讲八福体心 第一个常常为别人着想 第二个要扩达自己的心量 不要只是想到自己的家 不要想到云云的众生 第三个 请看幻灯片 要花怨愿度一切众生皆佛 这个才是真正的伏极心 那在讲到这一段里面 补充资料一下 所谓在西藏宏教大元万法当中 有提到三种书胜 第一个这是讲一场语练文 你可以慢慢吵 先把它打开 一 家行发心书胜 二 正行无远书胜 三 结行违向书胜 就是说 所有一切的教法 都有前行 正行 跟结行 这是在藏宏佛教里面非常重要 就像我们讲经 以前要共修 然后念本师圣号 这是属于前行 接下来正式的讲经 我讨论佛法 我回答问题 这叫正行 第三个就是 我们要发愿违向 念乐障吉祥经 发愿文 这个叫结行违向 其实这个就像你的头 身体跟四肢 三个都很重要 很多的一友都会来问我 说师父我应该怎么休息 其实你应该按照这三个方法 去能够编你自己的功课 传统上在中国的丛林里面 因为出家人住在一起 所以他有编丛林的早晚功课 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 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同 当然法无定法 丛林的客奏呢 它也是可以做适当的变动的 当然也不可以 以自己的我指乱乱改 所以你早上要定什么功课 中午定什么功课 晚上定什么功课 可以自己决定 随着每个人的修行的法能不同 还有每个人的时间 还有体力不一样 但是简单的说 都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叫做归一 发心 每天你起码要做功课之前 应该先三拜 拜佛跟佛萨 如果家里没有佛堂 起码把佛像拿出来 所以在一楼 待会会介绍 为什么会印很多佛卡 就是让你家里没有佛像 没有佛堂的人 真正做功课的时候 可以把佛像拿出来 所以在做功课之前 所以归一跟发心 起码应该先拜佛拜三拜 然后念四五誓愿 众生无焉誓愿度 烦恼无尽誓愿段 法门无量誓愿雪 活到无上誓愿成 这要念三遍 这是你的规御发心 接下来你的正行 你可能念大悲咒二十一遍或七遍 心经二十一遍 或许别念金刚经 念五门品 或念五闲行愿品都好 念什么经都好 念完了以后要回向 第三个叫做结形 最简单的回向就是什么 愿生西方净五中 九品莲花为故母 花开见佛物生 不退理萨为拜 假如你是在忙到没有时间念回向 那起码念一首回向 一首回向呢 请各位可以看 讲义一四页 极乐净五五精简八月回向门 这是出自于古贤行愿品的祭壽 你起码想要去极乐世界的人 可以念从第五页的第二行 一直念到二十二行 所以回向是你心里真正升起这个愿心 希望一切众生都得到解脱 假如实在只没有时间呢 请你念第五页的第十七行 请把它做一个记号 这是最短最短最短的回向文 换句话说 回向是真正你升起这个愿心 时间的长短是可能个人决定的 那我每一次来讲经 当然我会介绍不同的回向文 实际上你们有不同的选择 像这一次就介绍 释迦摩尼佛的愿葬经 吉祥发愿人 所以看半章片 所以发心就像头一样 人没有头的话 那他是呢 是无头的鬼啊 对不对 那你光有头没有身体 你也没办法运作啊 你要有内脏啊 所以正起相当于身体 那假如光有身体 很不幸的以残降人员来比喻 他四肢行动不方便的话 他就很难去朝圣 也很难到达圣地或头远的地方 所以回向就像四肢一样 那回向有两种 一种是你今天做功课 现在结束了就回向 像我们讲完经 大家一起会发愿回向 还有一种呢 是呢 早上做功课 早上出去工作 然后呢 一天呢 要睡觉前 整天呢 把你的善心跟善行 做一次回向 这叫做总回向 这样也可以听 好 现在请看 看回来第十一页 八菩提心经论里面 这是 纠摩罗瑟大师翻译的 这部论呢 非常的重要 大部分的经文 我讲在入菩萨属里 这一次我讲的是呢 里面没有讲过的经文 在八菩提心经论里面 看第十一页 第五页 它里面说 在发心体第二里面说 菩萨运何发菩提心呢 以何种音乐来修集菩提 菩提就是 不上正等正觉 菩萨又怎么样 才会发起菩提心呢 那这里列出了十个条件 若菩萨第一个 常常清净善知识 就会发菩提心 第二个 常常供养诸佛 这里的诸佛包含 供佛像 或是供设立塔 所以最好 各位佛弟者 家里有佛堂 不要小看佛堂 你设立佛堂 不但你自己会得到 很宁静 吉祥 甚至呢 你周遭的左邻右舍 也会得到 无量的功德 所以常常要有供养佛 佛扎的心 像我自己到哪里 全世界 乃至于我留学 乃至于我 去住到另外一个地方 hotel 第一个行李放下来 我就会摆出佛像 眼镶 真的 我从学佛到现在都是这样 所以我走到哪里呢 我觉得我见到的 都是佛的镜头 当然像现在 大家在这边 大殿就有庄严的佛像 那是很好 可是你在家里的话 若没有正式的佛堂 起码能够在书架的最上面一层 能够供佛像 点香 这样子的话 会有无量的功德 第三个 修极善根 这里的善根是什么 不贪 不撑 不吃 就是善根 假如你一个人 常常有很多的贪心 你发脾气 不相信因果 你贪嗔痴很强的话 这个就叫善根 在这里我先简单讲 后面我们在三十七首 祭送里不会相信说 第四个 智求圣法 就是有志向 要求利益 一切众生 最殊胜的成佛的大法 第五个 常常发佛提心的人 他的心一定非常的柔和 第六个 他遭遇到苦难的时候 他能够修人 入国如命 释迦法命国诞生在这个世界 叫做梭谱世界 梭谱是凡文 翻成中国话叫做 堪忍 就是好的坏的 你都要承认 老实说 我们世间话也讲一句话 人生不如意 十之八九 人生又如意很难 最近很多人 朋友来见我会客 第一个都会问你 师父啊 现在喜意乖乖乖 想快看你几呀 意思是说 现在时机不太好 很难发财呀 这不是你的问题 是全世界的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赚钱赚太多呢 你也会不想学习 赚得太少呢 你三餐不计呢 晚上还要卖面的话 你也很难来 经经活共修 所以好的跟不好的 你要能够知足跟常乐 我常常听到很多副教徒都说 师父啊 我现在呢 都没有生意啊 我说最好了 你平常不是每一次念经吗 现在没生意 那就好好念经嘛 对不对 你念了经以后 有福报了 将来你就会找到好生意 当然要找到好生意 或工作 是要有很大的福报的 我记得 词汇经院里面 有好几位灵友 都因为没有工作 我叫他念了一些情愿 对不对 立华的地底就找到工作了 问题是你相不相信我们 有些人呢 要遇到好的老板 好的工作 可是呢 现在的人很难 举一个例子 举新加坡 新加坡里面呢 没有 他们调查有三万个工作 没人做过 现在的社会像M一样 看一看 M 叫 two extreme 就是两个极端 有钱的人非常有钱 买 B&W 一步两步三步 拼拼买 没有钱的人也很多 贫穷的人也很多 那中间的M就像M字形一样 而我们下来的是什么 通通都变没有钱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社会结构一直在变 其实不是现在才有 以前就有 所以新加坡最近都要 才有三万个工作 没有人做 新加坡很多年有 有没有人愿意做 为什么呢 第一个做Security Guide 保安员员 第二个洗碗的 第三个端盘的 很多年轻人都 端盘很丢脸 我就不要做 不是这么讲 每一个众生都有佛性 每一个行业都是灵等的 对不对 所以你需要要生意好 又薪水又很高 对不对 睡觉睡到自然醒 拿钱拿到手抽筋 我们上面不是都加钱了吗 我有力我会送给我 哪有这么好啊 那你干脆当老板 睡觉睡到自然醒 九点还不上班 离家还离得很靠近 然后放假了又很多 然后拿钱拿到手抽筋 那我告诉你 只有一个人会有 有水 国王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不太容易吃苦 所以不是没有工作 而且你要不断的学习 看每一份讲义 第十一页 下面商业精神三种态度 你要有不断的学习 关怀跟奉献 Learning Care and Contribution 比如说你本来会照相的 你后来学更高级的照相 你就可以做什么 婚纱照 但是你如果我学习 这个也不会 那个也不能 那你当然就没有工作 所以听好全世界都有很多工作 只是你不愿意学习 有些人你必须懂电脑 你要学专业的训练 然后再去修一些进修的课程 你就有工作 那新加坡的人呢 你知道因为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爱面子 要希望钱多一点 闲钱太少 所以只好起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泰国 菲律宾 来做这些清洁工作 就是这样 所以呢 所有的东西都在增加 那怎么办 当然竞争 所以好的跟坏的当中 你要知足 人要不断的学习 我跟你讲 没有人能够测试 十年以后 全世界会有什么工作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我们大家用手机 对不对 你有没有想过 假如十年前你告诉阿婆 喝水要去 在那里来的买矿泉水 要付钱 他一定说 你疯子 喝水怎么要用钱的呢 可是你看 我们现在不是买矿泉水 养生水 有机水 你相不相信 可能在五年或十年以后 我们要上班之前 每一个人到7th event 来一晚 老板 来一罐氧气嘛 去上班 因为空气污染 知道吗 以后我们氧气都会赚钱的 所以未来的 未来的时代 什么行业 你只有不断的学习 你会学摄影 你要进修A级 B级 C级去学习 你会开车 我告诉你 大家都会开车 计程车司机轮不到你的 所以每一行业都要能够学习 但是呢 从那学习之外 还要你要想一想 各位有应该画一个list 你为什么会觉得 每一个月钱都不够呢 因为有太多的开销 想一想看 不要去拿高尔夫 每个礼拜要看两场电影 还要吃BBQ 然后呢 还要买很多鞋 这些工工都可以删掉的啊 是不是 你只有一双鞋嘛 好 因为你只有一对角嘛 对不对 只有两个啊 可是呢 柜子一打开 有二十双鞋子 那你想想 你老公怎么赚钱 都不够一花的 所以陶老婆 先要看他穿几双鞋子 你皮包也是 买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那怎么够呢 买三个就好了嘛 当然带子有带子 不同的工友 好 你算买鞋子 一个球鞋 一个凉鞋 一个运动鞋 一个拖鞋 三四双就够了 可是呢 你柜子一打开啊 哎呀 四五十双啊 同样的小朋友也是 你喜欢呢 Winnie the pool 对不对 一个 两个 BBQ 或者很多的卡通影片 BB娃娃可以 一打开 整柜 一百多个 我告诉你 留三个就好了 其他全部都护士吧 你只有布施才有风暴 你可以把这些的东西 布施到呢 孤儿业 羊老业 鱼又约 所以这位各位零友 静下来想一想 其实日子很好过 三餐而已 你要吃素的话 你花的钱更少 当然现在素菜也贵 你要大鱼 大肉 都要燕窝 又要迎刺 但是我跟你讲 把你自己卖掉了 都还不够 去洗碗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日子 大家会觉得过 因为我们的欲望太多 要手机 两个月换一支 对不对 那一年要几支手机啊 现在小朋友很有福报 爸爸妈妈都很 打开手机会随附的 老爸付钱 所以啦 人的欲望越多的时候 你会觉得越苦 其实人呢 我们现在人类的物质呢 是比以前有福报 以前没有冷气 没有这么好的交工工具 其实现代人反而不太像 以前人这么知足 所以这里讲 发了菩提心 要省吃减幼 要知足淡麻 要糟苦能忍 你真的好好地工作 熬过了经济不景气 继续做下去 还是会有生意的 所以你要诚实 该赚的要赚 不要用狡猾 欺骗人的方式赚钱 一看 请看下面 第七 慈悲主后 赚了钱利益众生 要照顾你的家人 也要照顾你的员工 也要照顾你周遭的人 要心常常厚道一点 不要尖酸刻骨 总是呢 斤斤计较 给人家算薪水 第八个 要身心平等 平等心很重要 请画一个记号 在古贤十大院里面 礼敬诸佛 就要修平等心 在后面的记送 也会讲平等心 第九个 要信乐大乘 要相信大乘佛法 相信学习佛法 发福一心 利益众生 就有无量无边的福报 第十个 求佛智慧 就是说 我们学佛到最后 不管你是拜 观音 定藏 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可以告诉各位一个真话 到所有所有 你要存活的时候 你会拜一个人 长老师 大致 文书 失利 我后面会讲 我曾经在新加坡 流通过 讲做文书史大院 把我五台山 朝圣的照片 全部讲成了DVD 也在新加坡 流通 现在在商业精神里上 很多人看到这一套 也发愿去五台山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最后 释迦牟尼佛他也说 他在阴地里 行菩萨道的时候 也拜过 文书失利 菩萨做老师 当时的佛号叫 南魔龙宠上尊王佛 这个佛号在 第八十八佛参谷文里面 他现在 视线在北方 叫南魔 欢喜照 魔尼宝基 佛号 他为什么很欢喜 因为他知道一切教法 是空性的 我们为什么觉得很苦 我们为什么觉得有我值 我们觉得生命 很难的走下去 是因为我们不了解 苦空辅常 无我的道理 这在三十七宋 佛子秦三十七宋里面 有几宋会讲到要观察空性 这个后面会讲 所以若然能够如是据十法 才能够发起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心 关乎这个编号是彼此所加的 接下来再看 看幻灯片 又有文中资料 这十个若把它归纳成 菩提心 是菩萨的三种因 请看幻灯片 请自己请下 第一个大悲心 英文里面不可以翻成 Big Compassion 这里不是Big or Small 是Universal Compassion 是像宇宙一样 这个大是超越大小的大 是广大无边的大 所以英文翻成 Universal Compassion 就像观世音菩萨是 广大无边 千手千眼 广大圆满无碍 大悲心佛罗尼 就是大悲心佛的全力 所以它是广大无边的 念了无二慧 无二就是没有能跟所 一般凡夫都有好跟坏 有长跟短 有胖跟瘦 小时候我们念书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以前念什么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的课本都会醒 小狗叫小猫跳 对不对 这个大那个小 这个好那个臭 没有错 生在这个世界呢 的确你必须要这样教小孩 不然他好人跟坏人就分辅清楚 到7月内买东西呢 人家问你说 多少钱 说我不知道 空性你自己找吧 那不是 那是白痴 所以 所以无二是指 没有能跟所的对立 这个有点深 我后面还会说 第三 英文叫做 南无二 或翻成叫 出世间的智慧 第三种就是 菩提心 所有一切的佛法 人家问你 你每天来过堂修什么 修大悲心 修 无二会 修 菩提心 这三个是菩萨的正音 虽然在这一段十一页 第五行 八菩提心经论的讲 十个条件 可是把它归纳起来 我们学佛就是要学 大悲心 无二会跟母体心 所以菩萨的三种真音 在北传佛教 无二会代表智慧 他就以文书菩萨为代表 第二 大悲心是以慈悲 最有名的是 观世音菩萨 做代表 而菩提心 是他可以产生力量 所以是以 普前菩萨做代表 可是在藏传佛教 这三个就不一样 无二会还是以文书 观音是指大悲心理错 可是菩提心的部分 它可以产生力量 是以金刚手菩萨做代表 这是北传佛教 跟藏传佛教 不一样的地方 请看下面的幻灵片 这张是我最喜欢的 每一次讲经过都很喜欢介绍 这一套卡片是我设计的 华言三大事 三西太原重善事 一般我们供佛像 都是像我们现在看到 词汇敬月 你看到的佛像 中间是加弥陀佛 你的右手边是东方钥匙佛 为什么呢 因为他拿钥匙琉璃宝塔 你的左手边是西方阿弥陀佛佛 这个叫三宝佛佛 可是在古代不是这样供的 你若去中国大陆看到了 要么他是供华言中的 他就供华言三圣 看不像现在你们的联友 那复供佛像 你的佛堂是这个参参 你们常常讲乱七八糟臭 这尊大尊的这尊小 护佛堂还有整体设计 他依经论而去做根据的 那这三个三大事 是以华言经 善才同时的五十三餐 第一餐在你的右手边 叫千波文书 文书菩萨也有一千只手 每一个手里面有一个波 每一个波里面有一尊佛 所以代表千佛之师 代表智慧 接下来三餐都是五十三餐 五十三餐除以二 等于一座山的顶峰 二十七是什么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代表诸佛如来 以霸悲心为本体 接下来第五十三餐 是普贤菩萨 所以普贤菩萨 它代表一个圆的法界 所以待会各位有兴趣的话 今天跟大家节约 在一楼走的时候 可以去请这个佛卡 这个佛卡的目的 你不一定要放在佛桌上 是让你随身携带用 日本人去全世界领游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小小的佛像 就这样 然后一个佛看 带着佛菩萨到处世界好 所以他到的时候 他目的是要让你修行用的 你做功课把它拿起来 然后做完可以把它包起来 然后放在桌上 所以这是山西太原寺的崇善寺 代表什么呢 文书代表智慧 牵手观音代表慈悲 武贤菩萨代表愿恨力量 其实大殿是应该这样布的 会比较好 接下来再看造传佛教 在南佛教这个抗坎里面 最上面的是红色的阿弥陀佛 西藏的阿弥陀佛是红色的 因为他配母方国的西方莲花布 中间是大家知道的 慈必观音代表慈悲 左下角代表文书代表智慧 右下角是大势至菩萨 西方节的世界 大势至菩萨的愤怒像 叫金刚手菩萨 所以他代表力量 所以在畅传佛教里 是很重视五方文书的 如果你去朝过五台山 五个山 有五尊长着不一样的文书 是立比赛 他配合的五种颜色 代表五方国 中间是以橘黄色为主 有些他拿是剑 有些拿弓 所以代表五方文书 这是北传佛教的五方文书 这是在五台山的五方文书店 事实上它是五尊 对不起 我那时候的相机没有广角镜头 所以我只拍到了三尊跟尊中间的 事实上它是五尊在一起 这个是我们商业精涩的文书实力比赛 是项目雕的七彩绘 所以换句话说 在所有一切诸佛菩萨 最后你会拜一个老师 叫做文书实力比赛 因为它代表空性 代表般若无力 接下来请看十一页第十行 附有四种元会发心去学习 你会发起无上主异心 什么是四个呢 下面的重解跟英文是我所加上的 原文并没有 请看经文 一者思维诸佛发福提心 二观生过患发福提心 三慈敏众生发福提心 四求最圣果发福提心 这四个请背起来很重要 请做个记号 这是所有这次讲座里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四观经文 思维诸佛 你要想 释迦牟尼佛过去 在本圣经里面也轮回过 释迦牟尼佛也当过九色路 他也审慎慰 他在六道轮回里面 能做过所有一切的众生 所以他能成佛 我也能成佛 你要常常思维佛的功德 这样子能让你发菩提心 这个在宗科巴大师的 菩提道次第广问里面 叫做菩提心 菩提基道 你今天想 我为什么要来佛堂 佛堂不是每天 关心菩萨 你保佑我 我家人又生病了 我心神经济又不好 我希望有发财 对不对 我还希望 考开儿子孙子女儿 考试都第一名 你什么东西 可是你忘了发一个 愿我跟一切的众生 都要重复 你刚才发的东西不是不可以 关心菩萨也会满你的缘 但是你都是求世间的东西 你却忽略了发愿说 关心菩萨 希望你让我加持啊 我开智慧 我来学习佛法 你有没有发愿 关心菩萨希望你加持我 让我能够讲经度全世界的众生啊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愿说 关心菩萨你给我福报 就像昨天讲 我请印度尼西亚人 全部人一杯卡姆吉诺啊 其实你都忘记了 你只想到关心菩萨 给我一杯卡姆吉诺啊 所以为什么 关心菩萨想加持你 你加持不到 注意听 关心菩萨在随时随地 都要加持一切的众生 它就像太阳一样 照着所有一切的众生 那为什么你感受不到加持呢 是因为你心中没有谷底心 再讲更白一点 注意听 你心中啊 没有清净起 你的心很乱 你只有什么呢 初一十五来到庙里 哎呦 我要买水果的 我要买香花共佛了 那一刹那 你的心突然比较浅诚一点 清净一点 可是很短 大概一秒钟 三秒钟而已 你就忘了 可是当你在买香 买花共佛 以及在万佛菩萨面前顶礼 那一刹那 虽然很短的时间 你的心静静的时候 佛菩萨光芒就会照到你 知道吗 这个字叫加持 可是呢 我们有些众生他很酷 就像现在很年轻人 太阳大的时候 他出现什么 戴墨镜 而且还拿低色的雨伞 穿个高跟鞋 对不对 就在街上走 为什么怕皮肤在黑啊 那这样的话意思是说 你心中会无发菩提心 虽然佛菩萨要加持你 可是你却用黑色的墨镜 带住 结果你看到的世界 通通都是黑色 你戴黄色眼镜 你看到全部人都是赏黄色 那你戴红色的呢 通通都变成红色 所以可见是什么 是你自己障碍你自己 观音菩萨并没有关心你 那有些人会有感应 是因为他的清净心 虔诚心跟恭敬心比较长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修奉修 为什么要劝你念经 因为你念经的时候 你的心起码会比较清净一点 当然刚开始念经的时候 心还是很乱 为什么六度波罗蜜里面 还要修禅定波罗蜜 就是说你那个慈悲心啊 菩提心啊 一刹长时间就没有了 现在怎么样 把它持续地保持着 保持的话 你走到哪里 到每一关心 都会顾念你 这是他顾念你的道理 所以第一个要发菩提心 不要每次到佛堂来 你只是求世间的 消灾免难 身体好 要发财 之外呢 你还求什么呢 应该求我跟一切众生 都要成佛 这叫菩提心 The Mind of Enlightenment 第二个 要观生过患发菩提心 这个叫做出离心 英文叫Reinunciation 在中科巴大师的三组调道里面 叫出离心 出离简单就是什么 从水里面跑出来 各位有没有看过 你钓鱼 你钓鱼的话呢 你讲过很大的话 有些鱼呢 它会从跳出水面 这意思说 我们从轮回里面跳出来 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有没有学佛 或你有没有听闻佛法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一个困难 就是要面临生老病死痛苦 以前我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就觉得人很苦 因为我看看我的外公外婆 一辈子很辛苦 我的舅舅阿姨 很多人呢 虽然结婚都不快了 每天都吵架 我就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从小呢 出生 然后呢 长大 去读书 最后呢 男生要当兵 女生呢 要嫁老公 最后结婚 生老病死 要买房子 买车子 什么子都要买 车子 盒子 银子 房子 妻子 通通都要扶子 到最后人就老病死 我那时候就想 为什么不全世界 做一个总代表 买房子呢 所以换句话说 你要想 每一个人一生 都在做生老病死 同位的痛苦 不管你是富贵的国王 或是贫穷的一般人 是贫穷的一般人 所以告诉各位 真正学博的人 省了吧 不要去买化妆品 你看师父这么庄严 我也没有涂化妆品 心清静了 你才会庄严 你把买了个化妆品的钱 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的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善事的 所以换句话说 什么东西你感觉到很痛苦呢 生病 病是真的很苦 最近气候变化很大 很多人感冒 咳嗽或发烧 你自己生病的时候 是很苦 其实我们人对自己比较自私 别人生病了 孩子生病 太晚了 明天再看医生吧 老婆开始医生了 后天再陪你去吧 假如你自己生病 哎呦 我今天要死 我今天就要去看医生 你看看 其实人生对嘴 对嘴最好 其实你对自己最好 可是你不知道 这个身体是无常的 这里讲 观生过患 我们为这个身体 造了很多恶意 吃了很多众生的肉 对不对 杀了众生很多 满足了很多很多 有些众生还偷别人的东西 我们为了这个身体 事实上 这个身体满足了我们很多的欲望 但是我们造了很多恶业 这个身体就像什么呢 就像一艘船 也像你台庭经理开的车子 它只是暂时让你用七八十年 你要照顾它 但不要执着它 什么叫执着它呢 就是每天打发很漂亮 像很多年纪人出门还要弄麻椒 弄麻烟 对不对 其实死的时候一刷完 都是骨灰 你没想过 你会说师父你讲话怎么这么难听呢 不 我就要你认清事实的真相 你才能不会浪费生命体力 在那些没有意义的 你话说明 再怎么话 再怎么话 画出明明 对不对 你身体不好的时候 怎么还是像呼噜头 不是吗 是不是 所以还有我们对这个身体造了很多恶业 其实福告诉你 在四念处里面身体是不亲近的 就像车子一样 你要定期保养它 但是不要执着它 什么叫不要执着它呢 举个例子 各位来跟我一起坐 两个手摸你的肚子 你刚刚吃完晚餐 对不对 对不对 吃饱了吗 你现在很漂亮的美食吃下去了 对不对 到你的肚子消化了 再摸上另一点 再摸上另一点 出来就是尿跟屎 对不对 事实上你包着尿跟屎 对不对 你都会不觉得不干净 你觉得你看 我还是帅哥 我还是美女 我还是酷哥 大妹 可是事实上真的有心情 你觉得你是一个很丑的骷髅头 但是我们到了公共厕所进去的时候 对不起 哎呦好酷啊 那个车里 你就会觉得闲渣 那我问你 你放在肚子的时候不减渣 那从你呢 屁股拉出来的时候你为什么就选脏呢 可见脏跟不脏啊 是假的 事实是什么 通通都很脏 可是我们呢 执着这个身体 所以人啊 执着这个身体一辈子啊 都放不下 那就很苦 可是你知道说原来我的身体是不干净的 只是个轿车 让你用个七八十年 你要照顾它 你就可以伤害它 假如你常常熬夜 对不对 你的肝就不好 到最后呢 你的寿命肝硬化 要走的时候就走 你不能说 哎呀 关系 胡萨丽 这不保佑 有啊 我保佑你 你每天都熬夜啊 那吃再多的苦呢 都没有用的 该走的时候就走 所以这个身体呢 是苦空无常无尽 这个身体像一步船 一艘船 也像一个车子 是帮助你去修行的 因为这样思维 这个叫做出离心 所以有很多人是不愿意面对事实真相的 第三个 慈敏众生发菩提心 你要想你自己很苦 可是全世界的众生 比你苦的还多 有些断手的 有些断脚的 有些是呢 生下来就被人家抛弃 没有爸爸妈妈的 有些呢 从小呢 就被爸爸妈妈妈去做工的 这些是很可怜的 所以在座各位灵友 慈慧经院 现在所有来听经的灵友 你都是很有福报的 起码你三餐不缺 对不对 你是正性的佛弟子 你有一个正当的步骤 所以你要想 所有的众生比你可怜的还多 所以假如你的小孩 如果常常会抱怨 那我建议你带他去哪里 孤儿院 养老院 孕幼院 常常去做一宫 最做一宫 你就会知道自己呢 很幸福 不要懂得常常去抱怨 反过来要发大悲心 帮助一切众生 这叫三者 慈敏众生发独提心 大悲心叫Universal Compassion 第四个就是要知道空性见 佛的形象也是空性的 因为佛的形象是空性的 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要观想 佛像彩虹一般 不可以像这个佛堂里面 佛堂是会做雕像 有些用铜的 用石头的 或塑胶的 雕的是一个 事实上不要这样 你要观想佛的是彩虹 是透明一般 这个叫做Sunyata The Right View of Endless 空性的见解 第四个非常重要 注意听 菩提心 出离心 大悲心 其他宗教也有 你说佛教徒要干音乐 其佛教听佛教 全世界 回教徒干的音乐 给你很多 那为什么他不叫佛教徒呢 因为他没有三规音 还有他没有 菩提心 他没有空性见 最重要是空性 这个后面还会讲 接下来再看 第十一页 第十五号 菩萨见一切的众生 无量节都是无弥在造恶业 长夜里面受无量的普通 舍离了清净的阵法 常常呢 在走路的时候 迷失了 迷于出路 如是未是等故 所以作为一个活地子 想说 哎呀 轮回很苦 我要付一切的众生 发广大的慈悲心 而你先成就 阿罗多罗三秒三平体 就好像呢 每一天呢 你提醒自己一样 要绑住自己的头一样 来照顾自己 各位每一天你早上起来都会刷牙 洗脸 都会看自己的头 刷自己的 请问你每天早上有没有洗你的心啊 做早课就是洗你的心 你每天都打扮你不要漂亮啊 可是你心中是很丑陋的 贪心吃烦恼还是很多的 这个叫不救活然 一切众生有苦恼的人 我发愿要像观世音菩萨 力章菩萨和阿弥陀佛一样 我要救度一切的众生 救度一切众生从哪里做呢 从你周遭的亲朋好友开始 从你的公司行好的同事开始 从你认识的朋友开始 菩提心没有很远很远 也不是一直在喊口号 只是你要想 我是不是就问我周遭的人 真的去关怀他 我大无拔记令五无语 出佛子我经略说 出行菩萨圆这样的以上的事发心 广说的是无量无边 所以细说的呢 就是入菩萨行论 再详细一点 就是我们这次要介绍的 佛子行三十七宗 接下来再看第一 希望这次讲经演讲 能够呢 对大家一起贡献 就是我用生命求佛菩萨加持 而做了中音对照版的科派 也附了很多很多相关的资料 这个是很珍贵的经理珍惜 大会也供养大家 极天菩萨入菩萨行的MP3 还有很多的相关 好 接下来再看 佛子行三十七宗的科派 好 先看第十二页 第十二页 佛子行三十七宗 这是选的不因为我要配合的古汉文跟现代白话文 事实上 索达基刊部翻得也很好 这个智学法师也翻得很好 但是因为我要配合它用古汉文跟白汉文 所以我翻的是智学法师的科派 请看第十二页 他的基颂 第六 A B 接下来 V是Verse 0102 事实上 佛子行三十七宗是可以唱的 我唱给大家听 你专心听 南传佛教领是不可以唱歌 大众佛话 佛在讲法华经或华严经的时候 天上的菩萨是天月明宫异乡满事 用各种乐器来赞叹佛菩萨 所以你看到法华经的变文图 或敦煌的壁画 或极乐世界的变文图 佛菩萨都可以用各种祭乐音乐来赞叹佛菩萨 在金刚正里面 唱这些禁颂是会开幕的 所以各位朋友不要说 奇怪我听师父怎么唱歌 好像歌星唱一唱啊 像教我唱歌 不 这些禁颂在古代是常常要用背的 不管是藏文或中文 你要常常背 佛子行 佛子的行为是什么 就是菩萨行有三十七条 就好像每一天的座右银一样 你要反省自己提醒自己的 所以事实上在金刚正的角度来说 这个禁颂是可以唱的 大家听一下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只唱AB 然后一跟二给大家 将来有音源 你可以移植的音调 然后呢 每天唱着佛子行三十七奏 这样子的话说很好 圆见出发不去以来 为安慰清醒的众生 不与神使其万因 圆横三门做礼仅 祈乐志愿真觉佛 重修正法而出身 修法不须比平行邀 不当全做佛子行 此生请得下满船 使徒自知他途有害 故应周也不散多 闻思修实佛子行 散开清房入水洞 成本远方似果然 光举舍之居安宁 求不及一家相佛子行 换句话说 每一句的最后 看第十二节 第十一号 闻思修是佛子行 第二个 故弃家相佛子行 第三个 故异静主是佛子行 也就是说 作为一个